其實很重要 你有什麼減重的人 很適合吃的料理 我今天帶來一個蠻特別的食材 它是剛剛瑞迪有講 朋友介紹你喝增重的高蛋白 對吧 這個是直接黃豆做成的黃豆餅 因為黃豆大家會擔心 有普林的問題 就是會痛風 因為這個是發酵過的 黃豆去壓成餅 所以這一份是乾煎 就是如果你只是運動完 你不想吃 比方說不要有調味料 它自己本身有一點味道 就是不要調味料 不要油 然後又能夠補充高蛋白 又覺得喝豆漿會沒有味道這種 或者是豆味很重 可以吃吃看 這是高蛋白 它長得是 是熱熱的 對 這個 密集恐懼症的 千萬不要吃 我覺得它真的好可怕 那如果就是不是為了 好好吃喔 好吃喔 對 感覺很好吃 它吃起來很像那種 比較乾的薯條 這個是另外可以 這個是一樣是豆餅 但是我們把它做成咖哩 它要新鮮吃 所以你要吃的時候再去買 那有的時候會有 因為它要三天才能做得起來 對